来 讲一段那个剑桥的讲解吧 好 我们一起来欣赏 下面呢 教员我带大家前往剑桥去参观 剑桥大学是英国第二古老大学 然后剑桥大学 我们在前往剑桥大学的路上 大家可以看到两边是郁郁葱葱的 然后我们下车之后 先要看到的这一个学院呢 是王后学院 王后学院有一个非常有名的一座桥 叫数学桥 这座桥图片里显示的呢 就是我们的数学桥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 这数学桥之所以有名 是因为据传说是牛顿修建的 它的那个特点呢 是当时修建的时候 桥身之上没有使用任何某钉 所以当时很多学生 对于牛顿是很崇拜的 就想要搞明白 老师到底是怎么修建的这座桥 然后这个某钉 这个桥呢就被那些熊孩子给拆了 拆完之后 想要再装回去 装不回去了 所以你其实仔细看的话 现在桥身之上 有很多钉子 钉上去的 才连接起来的 横跨在王后学院之上 继续往前走呢 我们能够看到 英国就是剑桥大学 建筑里建筑群里 最漂亮的一个学院 就是国王学院 它始建于1441年 是亨利六世修建的 但是他经历了三个国王 亨利六世 亨利七世 到亨利八世才修建完成 因为亨利六世修建初期 就爆发了玫瑰战争 之后呢 就形成了这个学院 这个呢 就是我们的圣三一学院了 圣三一学院也是 应该说 在建筑大学里边 是最有钱的一个学院 这个里边 而毕业的学生也非常有名 牛顿先生就是毕业一子 然后拜伦 罗素 全是毕业一圣三一学院 他自己本身在 伦敦的摄政街邦德街上 有自己的很多的商铺 而且南安普顿有一个港口 也是属于圣三一学院的 好 这个介绍完之后呢 就结束我的介绍 谢谢 其实你一直都在延续着 你的这个问题 就是太拖沓 涌长 啰嗦 就是过于死板地 按照讲解词来往下走路数 而没有加入你的个人特色 你可以先提出几个问题来 比如说 砸在牛顿头上的那个苹果树 到底在哪 比如说为什么苹果 苹果手机会咬掉一个 咬掉 咬了一口 那个故事源头在哪里 这个呢 才叫说话的艺术 这就是好导游 跟普通导游的区别 我也说不出你不好来 但是呢 就那么工工程程 普普通通 我史无前例地 非常地赞同曹西总的说法 你容易流水账 但是更重要的一个问题 你要在哪儿吗 你在跟听众割裂 就是不要按时间轴来说 你把你的观点提炼出来 我从人力资源的角度告诉你 他们说的都对 但是你在求职的现场 都可以不听 你不是来跟他们学习演讲的 另外你如果达到 他说的这个水平 你就不会要 一万块钱的工资 你可能会要月薪三万 所以说你本身的水平 只值一万的话 那你展示的就是 你实际的才能 上天为每一个更笨的小鸟 都准备了一个更低的数字 无所谓 你因为那位急可能 就听丁老师的 没错 你肯定找不着工作 对 我也第一次 这么不同意丁老师的看法 然后丁老师说他值一万块钱 但在我这看来 可能也就是顶多六七千块钱 丁老师说了很多 作为人力资源专家 坐在这个席位上 说了很多正确的废话 我们都听了 但是他说什么 真的我也没听进去 我也不知道 啰里巴缩说了些什么 但是来到这个舞台上 我们其实为什么 我求职 我也可以到各个企业去求职 我以我现在的这个水平 拿到一个相应的工资offer可以 那我们登上这个舞台 就是来寻求进步 和这么多企业家 给到你的点评的 所以我觉得 很多人给到你中肯的意见 比如说这个很冗长的毛病 我们该改就是要改一改 对吧 然后老头已经过时了 有些话不用多听 别指我 赵丽 我想先问你的问题 就是你84年 已经干了导游好多年 你热爱导游吗 你这个终身要以这个职业为 对 就是如果现在没有合适的 那个就是导游工作的话 我可能会变动 但是如果恢复之后的旅游的话 我可能还会回去的 你觉得你自己在性格上的优势 和技能上的优势分别是什么 性格上还算比较平 就是比较亲和力比较强 因为这个带老人团的时候 基本上团下来之后 老人都会就是跟我 就是出的还不错 当然在各位老板可能都是大企业的领导 可能你们就觉得表现一般 但是自我感觉还可以了 能力上吧 也有像老师说的 可能我需要在语言经验上 需要去提高 然后在沟通互相交流方面 需要去提高 我确实说实话 可能也是放了 放了一年了 然后突然让我过来去描述 可能确实是有点冗长 这个我承认 所以后面可能还会去 因为毕竟拿下来工作 就不会这样了 第二环节到这里 我们注意到台上 还有八盏灯留下 留灯的各位企业家 做出选择 好 很遗憾 第二环节的最后 留灯的各位企业家都灭了灯 我想问一下宁令 你最后灭灯的原因是什么 她的专业技能 其实真的还是处于基础 基础的那种 不是处于水平非常高的 那另外一个的话 然后我是觉得 就是一个女生 现在应该是未婚状态是吧 在这个年龄的话 真的是应该在这两三年的时间 然后找一份现实的工作 然后先稳定下来 然后旅游的话呢 我们也要说一下 就是文化旅游这个行业 它是个综合性的行业 然后它是朝气蓬勃的 然后相信这个稳定之后 它绝对是一个非常爆发的 甚至井喷式的这么一个增长状态 然后我也希望呢 然后也能坚定出新 然后继续地去走下去 但是一定在自我的提升 和专业技能提升上 再上一层楼 年龄可能是一个问题 但我不希望你把年龄当成一个限制 你职业发展的一个核心要素 第二是说我觉得刚才 宁宁总她讲的一个是说 如果在这个领域 虽然你做了这么多年 但如果说你的能力水平就到现在的话 我还是觉得你做一些改变 或者说你跳出这个行业去来 做一些别的尝试 很有可能你会发现你更不一样的 也就是说热爱这个词 包括刚才演员老师讲 就是热爱这个词 它体现在你身上 迸发出那个能量 可能是你无法想象的 所以我建议是说 你开阔一下你的视野 是不是在这个阶段 换一个不一样的 去看一些不一样的事情 可能发生在你身上 会有很不一样的美好的变化 有的时候我们认为的热爱 可能只是习惯 热爱要用行动去富裕的 习惯是保持着一种状态 对 好吧 明白 赵丽 也谢谢你来到 好 谢谢 再见 再见